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想的牧师是兔女 随朝开放末年有一位姓黄的代州人 时任镖秦将军镇守金州 喜好打猎啊,所杀无数 王将军有五个儿子 后来又嫁了一个女儿 端美如画,见到的人无不称奇 父母视为掌中之宝 后来啊,王将军谢家归宵 亲族们见到她的女儿 非常喜爱,争着给她做新衣服 这位美丽的女儿在七岁的某一天忽然走失了 王将军一开始还以为是 邻居把她藏起来 但是找遍了街坊邻里 都说没有看见 五个哥哥就骑着马 终于在离家三十多里的荆棘丛中 发现了她,想上前抱她 可是她却受惊而逃 整枝都追不上 哥哥们啊,他们召集了几十人 骑着马围堵 终于将她抓住 只听到她口中都是兔母 回到家中,她也不说话 身上跳出的棋子满满一捧 一个月后,女儿决死而死 父母异常悲痛 自此,何家斋解幸福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